张先生买的这套房子在杭州远洋西西公馆 他讲起了2021年10月份开始看房的经历 那么当时呢到这里来看 首先找的是链家 链家给我们看了之后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想不买了 那么到这个应该是12月份 就是两个月之后 我们又决定要买了 那么也找链家问了一下中介服务费 他的当时的中介服务费点数比较高 那么我们又找其他中介公司来看这个房子 陆陆续续也看过几套 那么当时是意向的就是第二家 我们后来签约的那家 我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因为决定要买了嘛 决定要买房 当时呢这一层楼 包括上下有好几个同步型的房源 那么我们又这个我爱人呢 又去了这个得幼 那么这三家反正都带我们来看过 张庆典说 三家中介公司都带他们看过这套房源 第二家中介公司 争取到了比较大的房价优惠 所以他们最后通过这家中介买了房子 他介绍 房子是给父母住的 装修期间和住进来之后 有人通过打电话 张贴文字 破坏门锁等方式进行骚扰 他通过电话号码在贝壳上查询 查到的就是德佑那名业务员 22年的3月初 然后我通过电话 把他约过来见了一次面 是吧 那么他就是说我们跳单 对吧 然后呢 他不承认他是德佑中介的 但是事实因为德佑中介 就在我们小区门口 昨天我去 他也在里面 是吧 张先生展示了一张图片 说是对方贴在家门口的 上面写着 欢迎03跳单新业主 早日装修入住 张先生说 之前的事情没有视频记录 后来家门口装了监控 对方还来敲过门 那云安房管局 他也跟我讲的 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 没有和这个中介 签任何的 这个服务协议 是吧 然后第二个 中介也没有 给我 就是跟买家见面 他也问我 我有不付中介费 对吧 那我说我是付了两万块钱中介费 那么 房管局的意思是 作为我们消费者 有权选择 原话是有权选择服务 更好的中介服务 来到小区门口的这家 贝壳德油西西公馆店 店长告诉记者 这名业务员已经离职 不在店里 张先生现场拨打了 这名业务员的电话 没有接听 记者通过电话和短信 都没有联系上 这名业务员 之前我们这里有个员工 在他们看了房子 然后说 说是跳单不跳单的事情 但我之前他在职的时候 我们处理过 帮他协商过 这个业主之前也来过 但是后续的事情 我们以为已经结束了 那我不知道他们之间 后面两个之间 又有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不是我说的算 谁说的算 对不对 那肯定有专门的一个机构 来认定这个东西 是吧 那我觉得 我也不去评判这个事情 我们公司也从来 没有追究过这个事情 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 店长表示 警方已经立案 他不便评价 后来 贝壳公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 现在这名经纪人已经离职 去年 经纪人待看 并跟业主谈价后 客户私下找业主 跟其他中介公司成交 经纪人认为 客户跳单 找客户理论 门店了解这一情况后 曾组织过双方协商 但未能达成一致 是否构成跳单 主要看 是否与经纪人 建立了合同关系 经纪人是否履行了服务 具体要以司法判决为准 记得注意到 对方提到了 经纪人待看 并和业主谈价后 这个谈价是怎么谈的呢 贝壳公关回复 是电话跟业主谈的价钱 最后客户没要 就没再约三方面谈 张先生那边说 之前主要是他老婆在看房 他确认的信息是 当时没有要求德佑谈价 只是咨询了一下 中介服务费 他强调 当时并没有和德佑 签订任何协议 这套房子 也并非德佑独家代理 那么张先生这种情况 到底算不算跳单呢 所谓跳单 就是客户跟中介签了协议之后 然后看了房子 也知道对方是谁了 故意抛开中介 直接与对方签协议 你的情况里面 说这个投诉人 没有签过协议 那么也就不存在 跳单这种行为了 张鑫正说 现在自己已经找了律师 准备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骚扰的事情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